第二关的柳球避应呢 我们要先看一个VCR 好来吧 你就知道是什么了 好 来 哈喽 乖乖拍蔡明佑 哦不对 这张听说你要改头 翻面要显示出内心的 最黑暗的蔡明佑 但so far 我觉得还好 就是你看起来成绩还是很好啊 就是还是可以随口讲出 一两句成语的那种 所以你要不有这一关 你就必须现在演一个 扎到不行的渣男 扎到废 扎到所有人都讨厌你 那样的渣男 所以潘明佑 你加油 为什么艾依良会想要给你这个挑战呢 我刚说你 艾依良是狠角色 是吗 你们两个是一起长大的同学 我跟她很要好 我们是高中的同学 她是美术班 我是音乐班的 原来如此 对 然后我就看了她一路从 就是清纯少女 到现在你知道 会变成这个样子吗 她才是真正的结果 你形容她像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 真心话 就比较真实 这个 还是很完整吗 你 这太真实了 很做自己 很有个性 对 因为她一直都是很有个性的人 然后 我算是被她启发的那种 就是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伎良 对 其实就是跟她一起合作 然后跟她一起合唱的 然后她在伎良里面 我就像宁采臣一样 你知道背着那个书生的那个 乖乖的 竹包 然后进入马戏班 然后她就是一个非常 劳心哉哉的 那是扇子的那种 那是扇子的那种 有点像妈妈嗓的角色 然后带着我进去那个马戏班 一起灰探这个世界上的一些 比较残酷的真相 跟一些情欲的流动 姐姐带弟弟的费 第二关就是我们的 所以她要你演渣男 是因为你不渣吗 她要我演渣男 你是不是渣男 你说 我真的是渣男新手 新手啦 新手 所以她其实不渣 所以你是想要当渣男吗 我不太行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是蛮弱的 这样算是蛮大的一个挑战 这表示你是专情的那一种 所以表示演好 就会 这一关就一定会让你过 所以我们这一关就是说 甘蔗男的变心计 好那你是导演了 对我是导演 那我来演 我来演什么 那个被 那我把状况 我把状况说给你们听好了 好不好 就是有一次喝醉的情况下 Cindy不小心被拍了一张裸照 这事情永远不会发生的 有可能 后来裸照就被蔡明佑拿去了 那个渣男就是蔡明佑 看了这个裸照就威胁Cindy 我说反正这些裸照在我身上 看你要怎么样 但是Cindy又很爱她 就 但是 我们不是一夜情那种 是我很爱她 不是 你很爱她 但发现她是渣男 你是真的心想要跟她在一起 但是蔡明佑有太多女生 会环绕在她身边 你只能求她回到你身边 但是她不可能 好笑 开始 开始 是不是 好笑 怎么样 我的裸照可以还我吗 我 手机里面吗 对 我都存到电脑里面去了 那你知道这是我的医生 这是我的身体 你不能这样我真的很喜欢你 你知道吗 你放心 我真的 我不会把它传出去 真的吗 真的 那你是真的喜欢我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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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觉得 你 你很棒 然后呢 我觉得你的声音很好听 谢谢 但我觉得就是 身边还是有其他我很喜欢的 你没有的部分 再扎一点 再扎一点 你是说你有其他女人 不只要我一个 我是 我是有其他女生的好朋友 好朋友 好朋友而已 好朋友 没有跟他们怎么样 没有像我们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 这是个意外 意外 那 那 你是说我们两个 不能在一起吗 你是我的医生 最爱的 你 你又要拒绝我 我们有交往吗 我跟你在一起 一年你问我这个问题 我真的要崩溃了 我以为我没有在交往 那你以为我们在干嘛 我每天做菜给你吃 我把我的身体都给了你 就像室友一般的好啊 室友 意外 OK Cut 你真的好投入喔 Cindy 辛苦你了 Cindy辛苦你了 我为什么把她演成古装去啊 刚刚其实 在一些关键字 就感受到 名又渣男的功利 有吗 大家觉得还不錯吗 意外 有一点点 这次产交往 一年跟你说你是室友 对 你说是室友 我真的觉得我如果经常 听到这句话 这句话我会哭出来 你是直接就从那个阳台 欣赏槟底下 好啦我觉得你可以 你不要说你是新手 我不相信 所以这一关有过关了 有过啦 有吼 爱一良我笑颜觉得你满意